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终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香消玉云 离开了人世 沈老爷和沈夫人悲痛欲绝 哭得死去活来 要知道 这沈婉可是他们唯一的孩子 如今白发人送黑发人 怎能不伤心欲绝 可伤心贵伤心 这后世还得办 沈老爷和沈夫人强忍着悲痛 开始为沈婉操办丧事 在江南水乡 有个不成本的规矩 那就是未婚女子去世之后 若是不给她找个婆家 她的魂魄便会四处游荡 成为孤魂野鬼 无法安息 沈老爷和沈夫人自然不愿意看到 自己心爱的女儿变成那样 于是决定给沈婉儿办一场冥婚 冥婚这事说起来简单 办起来可不容易 首先得找个合适的男子 这男子得是未婚的 而且年龄还得和沈婉儿相仿 其次 这男子的家境也不能太差 不然沈老爷和沈夫人脸上也无光 沈老爷派出手下的人四处打听 终于在一个偏远的小村庄里 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男子 名叫李二狗 这李二狗是个孤儿 从小吃百家饭长大 虽然家境贫寒 但人长得还算俊郎 而且心地善良 在村里口碑不错 沈老爷派人找到李二狗 和他说明了来意 并且承诺给他一笔丰厚的钱财 让他和沈婉儿结为明婚 李二狗一听这事 心里头是又惊又喜 惊的是自己一个穷小子 竟然能和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结为夫妻 哪怕是明婚 也是祖坟上冒清烟了 喜的是自己有了这笔钱 下半辈子就不用再为吃喝发愁了 于是李二狗一口答应了沈老爷的请求 到了明婚那天 沈家那是张灯结彩 锣鼓喧天 虽然沈婉儿已经不在了 但沈老爷和沈夫人 还是想给他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 李二狗穿着一身崭新的新郎服 被沈家人簇拥着 来到了沈婉儿的灵堂前 沈婉儿的灵堂布置的那叫一个庄重宿木 灵堂中尖摆放着他的遗像 一向上的沈婉儿面带微笑 庞扶还活着一半 李二狗站在灵堂前 心里头五味杂陈 既有对沈婉儿的同情和怜悯 又有对自己未来的憧憬和期待 就在这时沈老爷和沈夫人走了过来 他们看着李二狗 眼中满是感激和欣慰 沈老爷拍了拍李二狗的肩膀 说道 二狗啊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们沈家的女婿了 虽然婉儿已经不在了 但我们会把你当成亲儿子一样看待 这些钱你先拿着 以后有什么需要 尽管开口 说着 沈老爷递给李二狗一个沉甸甸的布袋 李二狗打开一看 里面竟然全是大洋 他数了数 整整十个 李二狗心里头那个激动啊 要知道 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他感激涕零的说道 多谢老爷夫人 我李二狗一定好好对待玩 不辜负你们的期望 沈老爷和沈夫人听了 欣慰地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 突然一阵风吹过 灵堂上的蜡烛全都熄灭了 整个灵堂变得漆黑一片 众人心里头已紧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就在这时 一个女子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 二狗哥 你来了 众人一听这声音 吓得魂飞魄散 因为这声音分明就是神蛮的声音 李二狗也吓得浑身一哆嗦 他壮着胆子问道 蛮儿 是你吗 你在哪儿 黑暗中 女子的声音再次响起 二狗哥 我就在你身边 我就在你身边 你别怕 我不会害你的 其实 我并不想离开这个世界 但我命该如此 但我命该如此 没有办法 现在 你既然成了我的夫君 那我们就好好相处吧 李二狗一听这话 心里头稍微安定了些 他说道 婉儿 你放心 我会好好对你的 虽然你不在了 但我会一直记得你 就在这时 灵堂上的蜡烛 突然又亮了起来 众人一看 哪里还有神蛮的影子 原来 刚才那一幕 只是沈婉儿的魂魄在作祟 沈老爷和沈夫人见状 心里头也是一阵唏嘘 他们知道 沈婉儿虽然不在了 但他的魂魄还在这个家里 他们的好好对待李二狗 才能让沈婉儿安息 冥婚之后 李二狗就住在了沈家 沈老爷和沈夫人 果然把他当成了亲儿子一样看待 吃穿用度都是最好的 李二狗也很争气 他知道自己是个穷小子 能娶到沈婉儿这样的千金小姐 那是祖坟上冒清烟了 于是 他每天起早贪黑 帮着沈家打理生意 把沈家打理得津津有条 时间一长 李二狗在镇上也算是有了些名气 大家都说 这李二狗真是个有福之人 不仅能娶到沈家的千金小姐 还能得到沈老爷和沈夫人的赏识 真是祖坟上冒清烟了 李二狗听了这些话 心里头也是美滋滋的 然而就在李二狗以为自己可以一直这样过下去的时候 一件离奇的事情发生了 那天晚上 李二狗躺在床上 正准备睡觉 突然听到窗外传来一阵女子的哭声 他爬起来一看 只见一个身穿白衣的女子 正站在窗前 对着他哭泣 李二狗一看着女子 吓得浑身一哆嗦 因为这女子长得和沈婉一模一样 她壮着胆子问道 婉是你吗 你怎么来了 那女子哭声更甚 说道 二狗哥是我 我本是阴间之人 不应该再回到阳间 但我在阴间过得并不好 那些孤魂野鬼都欺负我 说我有个阳间的夫君 却不管我 所以 我只能回来找你 希望你能帮帮我 李二狗一听这话 心里头那个难受啊 她说道 婉儿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的 你告诉我 我该怎么做 那女子说道 二狗哥 你明天晚上 去镇西头的那座荒坟前 给我烧些纸钱 再带上一些我喜欢吃的东西 这样 我在阴间就能过得好一些了 李二狗听了 连连点头 说道 好好好 我明天就去 第二天晚上 李二狗按照神瓦的吩咐 来到了镇西头的那座荒坟前 他烧了些纸钱 又摆上一些神瓦生前喜欢吃的东西 做完这些之后 他对着荒坟磕了三个头 说道 婉儿 你在阴间好好保重 我会是常来看你的 就在这时 突然一阵风吹过 荒坟前的纸钱和祭品 竟然都燃烧了起来 而且火势越来越大 彭腹要吞噬一切 李二狗吓得连连后退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就在这时 一个女子的声音 在他耳边响起 二狗哥 谢谢你 你回去吧 我会在阴间保佑你的 李二狗一听着声音 知道是沈婉儿在说话 他说道 婉儿 你放心 我会是常来看你的 说完 他转身离去 回到沈家之后 他躺在床上 辗转反侧 一夜未眠 他想着沈婉儿在阴间的遭遇 心里头就难受得要命 他按发誓 一定要好好对待沈婉儿 让他在阴间也能过得好一些 从那以后 李二狗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去镇西头的那座荒坟前 给沈婉儿烧些纸钱 带上一些他喜欢吃的东西 而每次他去的时候 都会听到沈婉儿在耳边说话 告诉他自己在阴间的情况 李二狗每次都认真的听着 然后按照沈婉儿的吩咐去做 就这样 日子一天天过去 李二狗和沈婉儿之间 竟然建立了一种奇妙的联系 虽然他们一个在阳间 一个在阴间 但他们的心 却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而沈老爷和沈夫人 看着李二狗如此重情重义 心里头也是欣慰不已 他们知道 沈婉儿虽然不在了 但他的魂魄一直在守护着这个家 守护着李二狗 然而 就在李二狗以为自己和沈婉儿 可以这样一直下去的时候 一件更加离奇的事情发生了 那天 李二狗正在家里忙活 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一阵宣导声 他跑出去一看 只见一群人正围在门口 指指点点 议论纷纷 李二狗心头一紧 忙挤上前去 一看之下 不由得愣住了 只见门口站着一个身穿道袍 手持浮沉的老道士 正对着沈家的宅子指指点点 嘴里还念念有词 这老道士干啥呢 李二狗心里头嘀咕着 忙上前问道 道长 你这是干啥呢 为啥在我家门口指指点点的 那老道士看了李二狗一眼 说道 小伙子 你硬堂发黑 面带晦气 家里怕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 李二狗一听这话 心里头咯噔一下 想起了神玩的魂魄 不由得有些紧张 但他转念一想 这老道士 说不定是个骗子 想骗点钱财 于是说道 道长 你可别乱说呀 我家里清清白白的 哪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那老道士文言 冷笑一声 说道 哼 有没有不干净的东西 频道自然知晓 你若不信 频道可以进去看看 李二狗一听这话 心里头更加紧张了 他忙说道 道长 不用了不用了 我家里真的 莫杀不干净的东西 你还是赶紧走吧 说着 李二狗就要去推那老道士 那老道士却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说道 小伙子 频道看你硬堂发黑 面带晦气 若不及时驱除 只怕会有血光之灾雅 李二狗一听这话 心里头更加害怕了 他忙说道 道长 那你赶紧帮我驱除吧 要多少钱 我都给你 那老道士文言 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他说道 好 既然你愿意 那频道就帮你驱除 不过 这驱除不干净的东西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得需要一些法器和符咒 频道这里有一些法器和符咒 你可以先拿去用 说着 那老道士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 打开一看 里面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有黄符 有铜钱 有桃木剑等等 李二狗一看这些东西 心里头不由的有些疑惑 但想到自己的安慰 还是咬咬牙 买了下来 那老道士收了钱 开始在沈家宅子里转了起来 他一边转 一边嘴里 捏捏有词 手里拿着黄符和桃木剑 笔划来笔划去 李二狗跟在他身后 看得是眼花缭乱 心里头也不知道 这老道士到底行不行 转了一圈之后 那老道士停在了沈婉的灵堂前 他看了看沈婉的遗像 又看了看灵堂上的摆设 说道 小伙子 这不干净的东西 就藏在这灵堂里 平道的在这里布各法阵 把它驱除出去 李二狗一听这话 心里头不由的有些紧张 他忙说道 道长 这 这真的行吗 那老道士文言 瞪了李二狗一眼 说道 平道行走江湖这么多年 驱除不干净的东西 那是守到勤来 你若不信 那就算了 李二狗一听这话 忙说道 信信信 我当然信 道长 那你就赶紧步法阵吧 那老道士文言 点了点头 开始在灵堂里忙活了起来 他先在灵堂的四个角落 各贴了一张皇府 然后又在灵堂中央摆了一个香炉 里面插了三根香 接着 他又从怀里掏出一把铜钱 撒在了香炉周围 做完这些之后 他手持桃木剑 站在香炉前 嘴里开始念念有词 李二狗站在一旁 看的是目瞪口呆 他心想 这老道士还真有两下子 看这架势 应该能把神娃的魂魄 驱除出去吧 就在这时 突然一阵风吹过 灵堂上的蜡烛 全都熄灭了 紧接着 一个女子的声音 在黑暗中响起 二狗哥 救我 李二狗一听这声音 吓得浑身一哆嗦 他忙说道 婉儿 是你吗 你 你怎么了 黑暗中 女子的声音再次响起 二狗哥 我被这老道士困住了 他要用法阵 把我驱除出去 你快救救我 李二狗一听这话 心里头那个着急呀 他忙说道 婉儿 你放心 我一定会救你的 说着 他冲上前去 一把抓住了 那老道士的胳膊 说道 道场 你快住手 婉儿他 他不想离开 那老道士 被李二狗这一抓 不由得愣住了 他看了看李二狗 又看了看 黑暗中的神玩 说道 小伙子 你可知道 这不干净的东西 留在阳间 只会害人 害己 你若真的为他好 就应该让他离开 李二狗闻言 摇了摇头 说道 道场 你不懂 婉儿他虽然不在了 但他的魂魄 还在守护着我们 他是个好女孩 不应该被这样对待 那老道士听了李二狗的话 不由得叹了口气 说道 罢了罢了 既然你如此指着 那频道就成全你吧 不过 你得答应频道一件事 李二狗闻言 芒说道 道场 你说吧 只要我能做到的 我一定答应 那老道士说道 频道可以放过 这不干净的东西 但你必须答应频道 以后不要再和他纠缠不清 不然的话 只怕你会有血光之灾 李二狗闻言 点了点头 说道 好 我答应你 只要瓦儿能留下来 我以后不再和他纠缠不清 就是了 那老道士闻言 叹了口气 收起了法器和符咒 转身离去 李二狗看着他的背影 心里头不忧的有些感激 他知道 这老道士虽然是个道士 但也是个通情打理的人 从那以后 神娃儿的魂魄再也没有出现过 李二狗也遵守了自己的诺言 没有再和神娃儿纠缠不清 他每天起早餐黑地忙活 把沈家打理得井井有条 而沈老爷和沈夫人 看着李二狗如此重情重义 心里头也是欣慰不已 时间一长 李二狗在镇上也算是有了些名气 大家都说 这李二狗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不仅能娶到沈家的千金小姐 还能在神娃儿变成鬼魂之后 依然守护着他 真是难的呀 李二狗听了这些话 心里头也是美滋滋的 他知道这些都是大家对他的夸奖和认可 但他也清楚 自己之所以能这么做 全都是因为神娃儿 她是个好女孩 值得自己去守护和珍惜 就这样 日子一天天过去 李二狗也渐渐地老去 但他始终没有忘记神娃儿 他的心里始终有他的位置 他知道无论自己走到哪里 无论自己变成什么样子 神娃儿的魂魄都会一直守护着他 陪伴着他 在他临死的那一天 他旁服看到了神娃儿的身影 他穿着那件白色的长裙 微笑着向他走来 他伸出手去 想要抓住他的手 但最终还是没能抓住 他微笑着闭上了眼睛 心里头想着 娃儿 我终于可以和你在一起了 就这样 李二狗带着微笑 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的故事 也在镇上流传了下来 大家都说 这是一个关于爱情和守护的故事 是一个关于忠诚和信义的故事 而神娃儿的魂魄 也终于在李二狗离开之后 得到了安息 他不在四处游荡 而是化作了一缕清风 永远地守护在了李二狗的身边 老李家的小子 李二狗 那可是咱囤子里出了名的实在人 别看得平时不言不语的 心里头那骨子肘劲 比谁都倔 这事啊 还得从他那去世的媳妇 神娃儿说起 神娃儿活着的时候 那可是囤子里的一朵花 又白又嫩 跟豆腐脑儿似的 谁承想 这花还没开几天呢 就让阎王爷给摘走了 自打那以后啊 李二狗就跟丢了花似的 整天围着沈家的老宅子转悠 嘴里还是不时地念叨着瓦儿的名字 囤子里的人都说 李二狗这是魔争了 被瓦儿的鬼魂给缠上了 可李二狗自个儿心里头明白 瓦儿没走 他的花还在这个囤子里头飘着呢 有一天晚上 李二狗喝得鸣鼎大醉 手里拿着瓦儿生前最爱的那只红玫瑰 摇摇晃晃的就往沈家老宅走 到了门口 他一头栽倒在地上 嘴里含糊不清地喊着瓦儿的名字 就在这时 一阵阴风吹过 他旁服看到了一个穿着白裙子的身影 正站在不远处看着他 婉儿 李二狗揉了揉眼睛 以为自个儿眼花了 可那身影却越来越清晰 真的是神娃儿 二狗哥 你咋喝成这样了呢 神娃儿的声音还是那么温柔 就像他活着的时候一样 李二狗一听这话 眼泪刷得就下来了 他爬起来 一把抱住神娃儿 哭得是稀里哗啦的 婉儿 我可想死你了 你咋就不声不响地走了呢 神娃儿轻轻地拍了拍李二狗的背 说道 二狗哥 你别哭了 我其实没走 我一直都在你身边呢 李二狗抬起头 看着神娃儿那张熟悉的脸 心里头那个激动啊 他忙问道 婉儿 那你为啥不出来见我呢 我每天都在找你啊 神娃儿叹了口气 说道 二狗哥 我其实也想献你 可我是鬼魂啊 我怕吓着你 还有 我舍不得离开这个屯子 这里有我们的回忆 李二狗一听这话 心里头更难受了 他说道 婉儿 我不怕 你就是变成鬼 也是我的婉儿 我愿意跟你在一起 哪怕是一天 一小时 一分钟 我都愿意 神娃儿听了这话 眼里闪过一丝泪光 他说道 二狗哥 你真是个好人 可我不能这么自私 我不能害了你 你得好好活着 替我活下去 李二狗闻眼 心里头那个 倔劲又上来了 他说道 不 莫有你的日子 我活着还有啥意思 婉儿 你就让我跟你在一起吧 神娃儿看着李二狗 那坚定的眼神 心里头也是感动不已 他说道 二狗哥 那你答应我 不管以后发生啥事 你都不能后悔 李二狗忙点头 说道 不后悔 绝不后悔 从那以后啊 李二狗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白天的时候 他还是那个老老实实的壮家汉 可一到晚上 他就变成了个 鬼丈夫 陪着神娃儿 在屯子里头转忧 屯子里的人健壮 都吓得不行 他们都说 李二狗 这是被鬼迷了心窍了 可李二狗 自个儿心里头清楚 他这是找到了幸福 每天晚上 他都能跟婉儿在一起 听他讲那些生前的故事 看他那温柔的笑脸 日子一长啊 李二狗跟婉儿之间的感情 也越来越深 他们虽然是人鬼殊途 但那份感情 却比任何人都要真挚 李二狗甚至觉得 婉儿就在他的身边 从未离开过 可有一天晚上 李二狗却遇到了件奇怪的事 那天晚上 他正在跟婉儿在 屯子头的大柳树下聊天呢 突然听到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他抬头一看 只现一个黑影 正朝着他们这边跑来 婉儿 你看的是啥 李二狗指着那个黑影 问道 婉儿顺着李二狗的手指方向看去 脸色突然变得煞白 二狗哥 快跑 那是黑无常 他要来抓我了 李二狗一听这话 吓得魂飞魄散 他忙拉着婉儿的手 就往屯子里头跑 可那黑无常雀像 是长了翅膀似的 一下子就追了上来 婉儿 我不能让你被抓走 李二狗一边跑 一边喊道 婉儿回头 看了李二狗一眼 眼里充满了不舍 二狗哥 你别管我了 你快跑吧 我不能害了你 说着 婉儿就挣脱了李二狗的手 朝着黑无常跑了过去 李二狗健壮 心里头那个急呀 他想也不想 就朝着黑无常冲了过去 想要就回婉儿 可那黑无常 哪里是李二狗能对付得了的 他一把就抓住了婉儿 转身就要往地府里带 李二狗健壮 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他捡起地上的一块石头 就朝着黑无常的脑袋砸了过去 胖 的一声巨响 黑无常的脑袋被砸了个窟窿 他疼得嗷嗷直叫 手一松 婉儿就趁机挣脱了出来 二狗个 婉儿朝着李二狗跑了过来 一把抱住了他 李二狗看着婉儿那惊恐的眼神 心里头也是后怕不已 他说道 婉儿别怕 我不会让任何人把你带走的 婉儿听了这话 眼里闪过一丝泪光 他说道 二狗个 你对我真好 可我是鬼魂啊 我不能永远跟你在一起 你得好好活着 替我活下去 李二狗闻言 心里头那个难受啊 他说道 婉儿 我不能没有你 你要是走了 我也不活了 婉儿看着李二狗 那坚定的眼神 心里头也是感动不已 他说道 二狗个 那你答应我 不管以后发生啥事 你都不能后悔 李二狗忙点头 说道 不后悔 绝不后悔 从那以后啊 李二狗跟婉儿之间的感情 更深了 他们虽然还是人鬼殊途 但那份感情 却已经超越了生死 李二狗甚至觉得 只要婉儿在身边 他就拥有了整个世界 可有一天晚上 婉儿却突然跟李二狗说 他得走了 为啥 婉儿 你要去哪儿 李二狗一听这话 心里头就像被掏空了一样 婉儿叹了口气 说道 二狗个 我不能再这么自私下去了 我是鬼魂啊 我得去地府报到了 再不走的话 我就会魂飞魄散的 李二狗闻言 眼泪刷的就下来了 他紧紧地抱住婉儿 说道 不 婉儿 你不能走 你走了我咋吧 婉儿轻轻地拍了拍李二狗的背 说道 二狗个 你得好好活着 你得替我好好活下去 你要记得 我永远都在你身边 说着 婉儿就化作一缕青烟 消失在了夜空中 李二狗看着婉儿消失的方向 心里头那个空啊 他瘫坐在地上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 噼里啪啦地往下掉 从那以后啊 李二狗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 沉默寡言了 而是变得开朗了许多 他每天都跟屯子里的人聊天 打牌 喝酒 他都会来到屯子头 好像已经完全忘记了婉儿似的 可只有他自己知道 婉儿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她 她的笑容 她的声音 她的一切 都深深地刻在了她的心里头 每天晚上 她都会来到屯子头的大柳树下 看着夜空中的星星 心里默默地跟婉儿说着话 婉儿 你在那边过得好吗 我想你了 李二狗在心里头说道 而每当这个时候 他都会觉得 有一阵温柔的风吹过他的脸颊 就像婉儿的手在抚摸他一样 他知道 那是婉儿在回应他 就这样啊 李二狗带着对婉儿的思念和回忆 度过了余生 他到死都没有后悔过 跟婉儿在一起的那段时光 他知道 那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女婿归家 献岳母鱼狗抢食 女婿大笑 我等这点好久 大市镇 位于清朝的江南地区 是这个地区的政治 经济中心 自古以来就是文人末课 和科举考生云集之地 镇上户口众多 来往行人川流不息 热闹非凡 在这古老的小镇上 居住着两个鼎鼎大名的望族 也就是洪氏和刘氏两家 洪家师代读书 是大师镇最有学问的家族 洪家族上出过多个见识 洪家的书房里收藏住近百年的各种典籍和文集 现任当家的是洪德高 他曾中过秀才 虽未能高中 但在镇上极有威望 洪德高与妻子欲有一子 取名洪文才 寄予厚望 刘家世代经商 是大师镇首屈一指的富户 刘家族上来辞开了笔布庄 后来经营有方 资产丰厚 在本地可谓嗜独一份 刘家现任当家的是刘发 人称刘不王 花白银竹流水 家资万贯 刘发有七董事及三女 大女儿已嫁给临阵商国 二女依许配一书香门第 最小的女儿刘氏还在贵中 洪文才是洪德高的独子 自幼聪慧 十岁中了秀才 十五岁时中了举人 大师镇乃至整个周郡都为他的成就骄傲 于为天才洪公子 当年洪文才高中举人时 刘家看中了他的学历和前途 将最小的女儿刘是许配给了他 刘氏生的标志 温柔贤淑 洪文才聪明过人 两人可谓是天作之和 婚后 洪文才被家刻苦读书 是要高中近视 在科举的道路上一鸣惊人 起初 刘家还对洪文才寄予厚望 指望他未来必成大器 然而好景不长 洪文才高中举人之后 就如陷入了瓶颈期一般 数年过去再无更大的进步 刘家渐渐对洪文才失去了信心 认为他不过如此 洪文才和刘氏虽然生活日渐拮 但两口子仍旧恩爱如初 刘氏出生富裕 嫁给洪家后 生活虽然清贫 但从未怨言 他勤劳能干 能以贫乏的生活 经营的井井有条 夫妻俩破烂却洁净的小院 每日烟火不断 二 洪流姻缘洪文才高中举人那一年 正是刘家小女 而刘氏出嫁的年龄 刘家原先早早就给他定下了人选 要将他嫁给县城里 一个官宦之家的公子 这门亲室几乎已敲顶 只待刘氏满十五岁就要成婚 没想到洪文才这个天才少年 在这时高中的举人 刘家几代都未曾有人中过这个殊荣 一时间洪文才的名声传遍整个大时鎮 刘家为人精明 立刻意识到洪文才必成大器 便取消了原先的婚事 提亲洪家要将刘氏嫁给洪文才 洪家世代穷书 洪文才又是独子 眼看儿子已飞充天 前途无量 哪里还会拒绝这样的好亲事 更何况 刘家资本雄厚 地位顶尖 是大石镇第一富豪 于是两家迅速达成协议 定立婚约 当时洪文才对这门婚事 并无太多感触 他满心都在科举和学业上 但败读名家遗书 他也明白妻子的重要性 无论刘氏如何 与这样的名门妄族结为殷亲 都对他的仕途大有好处 再者 家里父母也期盼这门姻缘 他作为孝子 没有理由违背父母之命 于是 洪刘两家正式举行聘取 按照礼数 刘氏被披红盖头送入洪家门 两人拜堂成亲 洪文才第一次看清新婚妻子的芳荣 不禁为他的温婉大喜 而刘氏也被少年洪文才出众的相貌与才华深深折服 婚后 洪文才专心准备科举 从早到晚闭门苦读 刘氏责亲劳弟打理家务 照料公婆 表面看来 洪刘二人恩爱和睦 实则彼此都还比较生疏 以此 洪文才夜独至深 睡在书房 刘氏便亲手为他添背盖背 洪文才这才意识到 妻子一片爱护之心 从那以后 他对刘氏的感情也层层深厚 夫妻感情渐去磊落 然而好景不长 洪文才高中举人之后 学业就似乎进入了爆发期 他勤奋用功如初 但今年过去 竟毫无进展 按例他该在三年之内会识 但期限已过 洪文才依旧停滞不前 刘家人见洪文才久久不近 不免有些许失望 谁知一位天才 竟会在客场上颓废 他们在私下开始议论洪家 认为这门亲是赔本生意 刘氏还年轻 完全可以改嫁更好的人家 刘氏听到外人的留言 也看到父母频频向他施压 但他没有丝毫离弃之心 这今年相处下来 他太了解洪文才的为人 他立志远大 只是暂时遇到学业上的瓶颈 刘氏更加体贴照料丈夫 希望他早日见破瓶颈 扶摇直上 在妻子的支持鼓励下 洪文才仍然不敢有丝毫懈怠 他夜以继日地读书 只求尽快在科举上成功 哪怕生活已经颇未拮据 但洪流两人过注知足常乐的日子 感情比出更甚 为了减轻佳计 刘氏甚至亲手做些针线活迹卖钱 但他从不抱怨 只盼丈夫早日出人头地 三 刘家寿臣转眼到了年底 刘家老太太懂事要过寿臣 按照惯例 刘家三个女儿和女婿都要回家给母亲庆寿 刘家二小姐已嫁人 长姐的丈夫是本地一位商骨 只有洪文才一家还在原籍 洪文才收到岳父岳母回家过寿的消息 也提前备好了礼物 他们一家人虽然囊中羞涩 但洪文才自有一手好书法 专门为岳母写了一幅字 盼能得他欢心 刘氏也用布剪裁缝制了一双毡血 准备献上 寿臣这天 刘家排场异常好大 请来了戏班子唱戏 宴请了全镇旺族名流 洪文才带着刘氏回了娘家 刘老太太高作正中 大女儿及女婿一道 见洪流二人来了 也只是轻轻点头招呼 众人陆续入座之后 按照被分高低敬就 然后就是给寿星献礼的时候了 长孙家取出一箱金银珠宝 堆放在董事面前 刘老太太连声夸赞 好孙儿好媳妇 给娘亲准备这么厚礼 真乃多富多寿啊 二孙家献上的 是一副名家画作 刘老太太也喜心余色 真是人才辈出 家里都出了小才女 为娘亲添了不少脸面 轮到洪文才夫妇时 洪文才坦特地上前 将自己书写的祝寿字 轴双手奉上 又让刘氏献上自己亲手支支的沾血 哪知刘老太太脸色一沉 结果自轴就往外一扔 狠狠地说 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 拿着重东西来糊弄我 刘氏还想开口说什么 刘老太太已惊奇地脸红脖子粗 直接破口大骂 一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上房接把的酸货 简直丢进我刘家的脸 你们赶紧给我滚出刘家门 别再污染我的寿厌 洪文才和刘氏都被老太太的怒吓了一跳 刘氏脸上通红 跟洪文才商量要不要离开 哪知刘老太太起身指着门外 不容分说 你俩给我跪到大门再回来 不跪着滚蛋 刘氏听母亲这么说 哪还敢为妞 当即就跪了下去 洪文才咬紧牙关 就是不肯屈膝 刘老太太一看更生气 历声道 你当真不想要刘家一分半好了 那连你老婆我也一起赶出去 没这个儿媳妇 刘氏泪汪汪的看着洪文才 苦苦哀求她也跪下 洪文才这才不甘不愿的也跪在门口 刘老太太这才满意 让下人扔过来积个铜板 示意他们滚蛋 洪文才恨得牙痒痒 拉起刘氏就想离开 哪只刘氏死死拽住她的衣角 说娘这是考我们呢 咱们还是再跪回来吧 求她开恩 刘老太太果然又让下人传话 如果再跪回来就可以留下 刘氏不顾洪文才的阻拦 执意再把这跪败来回跪完 洪文才心中暗响 我早晚有一天要在科场上出人头地 让你们刘家看看 什么才是真材实血 刘家败落洪文才离开刘家老宅后 一路上在凶义按马 恨不得将刘氏二老大写八块 可转念一想 自己尚无成功 只能忍气吞声 她安抚刘氏回到家中 闭门苦读 以期早日高中 此次回家受辱 洪文才被受鼓舞 再也不敢有丝毫懈怠 卫帅先参加相识 她提前几个月就动身去省城赶考 出门前 她再三叮嘱妻子勤俭持家 自己一定会取得好成绩回来 谁知考试那年 洪文才大雨中浑身湿透还要进场应试 结果感冒缠身 发挥大大折扣 她终究未能高中 只得痛心疾首地回家 再借杯今年做别的打算 那年洪文才外出赶考试 刘家却突遭变故 本地一场火灾 将刘家的布殿烧了个一千二斤 老太太董事又精心准备的寿雁花 去了不少钱财 如今家业毁于一旦 刘家瞬间衰败至极 刘老爷子一病不起 半年后便去世了 刘老太太黯然搬到长宇家中住了一段时间 无奈长孙只图刘家剩余财产 不过即日就将他赶了出来 赐女家里也装不下他 最后只好回到洪刘二人家中暂住 洪文才回家时 看见破落的刘家窄和憔悴的岳母 心中五味杂沉 刘老太太献她回来 脸上不禁有些羞难 但很快又换上一副嘲弄的表情 说道烤得怎样 又要在家混饭吃鸡面 倒是我看错你了 不过那么回事 洪文才听得这样激讽 心中一阵无名火起 朗着脸不再言语 刘世剑母 心落魄到这地步 心中悲痛 又急忙劝慰二人别生分歧 洪文才心想 我定会再战客场 总有一天要考中 解释看你还怎么嘴硬 愤懑之余 他也无可奈何 只得容忍岳母在此居住 刘老太太虽然口上不饶人 但毕竟是亲人 洪文才和刘世 还是谨力照顾他起居 三人这才勉强向安无事 度过了一段时日 洪文才虽然磕场失利 心中仍然着壮志 他相信翻手未云覆手未雨的一天 不会远 五 报复刘世 自从刘老太太搬来同住之后 洪文才和刘世的日子 称得上是过得捉襟见皱 刘老太太整日无所事事 讥笑他们两口子窝囊 洪文才忍气吞声 心想总有一天要让你见识真本事 一日洪文才进城办事回来 特意买了几个热腾腾的肉包子 本想带回家与妻子共享美食 却看渐院中刘老太太独自在饭后哀叹 哎 我这把老骨头 想吃点肉杀的补补 也成了奢望 洪文才心中忽然生出一个恶意的念头来 他故意在刘老太太面前扬言道 我买了几个肉包子回来 就不给你这个老太婆吃了 我自己吃了算了 说完他假装大嚼包子 故意发出吃的津津有味的声响 刘老太太眼巴巴的望着包子 口水直流 忍不住恳求道 红蓝啊 就给我一个 我保证不笑话你了 洪文才根本不为所动 吃完后 竟然故意把最后一个包子扔到院中 狗抢着吃了个干净 刘老太太眼看着馋的荒 丢脸的跪在地上 从狗嘴里把绊脚的包子抢过来 就往嘴里涩 模样狼狈不堪 洪文才看着他的丑态 心中暗笑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他在一旁幸灾乐祸的大声嘲弄 刘老太太也顾不得脸面 就啄狗吃剩的包子 也吃得似乎津津有味 正闹得不可开交时 刘氏回来了 他一见母亲狼狈的模样 无比着急 急忙拉开洪文才 哀求他换一种方法整治母亲 不要这般羞辱 洪文才这才止住了嘲笑 心中却又涌起一股强烈的快感 他思存 我必须好好感谢刘氏 若不是他在我最艰难的时候 一直相随相伴 我又如何忍得住刘家的气 从那天起 洪文才对刘老太太不再恶言相想 只是冷眼旁观 由他去基潮 他开始认真备考下次科考 潜心苦读 希望能实现早日高中 看着洪文才重新振作 刘氏也欣慰不已 他把往日母亲的刻薄全都抛开 只盼望丈夫能心想事成 两口子倾尽全力支持对方 生活虽然艰辛 却也充满希望和动力 这次科考 洪文才终于如愿中了举人 一时间 刘老太太的态度立马转变 比谁都高兴 他忙不迭地请洪文才夫妇吃喝 称赞他们是他的骄傲 洪文才暗暗嘲笑他虚伪的为人 却也不戳破 只是淡淡地接受了他的讨好 刘氏看出洪文才内心的真实想法 担心他会对老太太心生怨恨 他悄悄劝说洪文才 希望他宽容待人 不要计较太多 六 洪文才高中 自从洪文才终于中了举人 刘老太太对他们夫妇的态度 立刻变得恭维谄媚 他天天嘘寒问暖 对二人看法三百六十度大转变 洪文才深感人心难测 对刘老太太只是礼貌一对 并不太放在心上 妻子刘氏劝他不必介怀 只管努力准备下次会试 洪文才知他言出真心 也不再计较 一心扑在书海中 他坚信多年苦读必有回报的一天 机会就在眼前 不能有丝毫懈怠 这次会试 洪文才丝毫不敢大意 从头至尾 保持高度集中 忠于大方一彩 成绩斐然 当他从省城回家之时 口中已经哼着小区儿 步履轻快 他预感这次考试 自己必定可以高中 果然 开榜那天 洪文才的名字赫然在帮手 整个大石 朕为此欢欣鼓舞 人们争向前来道贺 洪家成了镇上新星 就连刘家旧日的富贵 也被洪家的荣耀所掩盖 洪文才高中状元的消息传到刘家 刘老太太激动的手舞足蹈 自豪的说这是她一手架配的好女婿 刘氏没了往日的拘谨 也刘卓泪与公婆一同庆贺 不久之后 朝廷使陈青自来镇上 搬赏洪文才 一车车的金银财物被抬进洪家大门 洪文才也被封位告明官 真正成为士林天骄 看到功名利禄进收囊中 洪老两口已经深感此身无憾 洪文才却并未因功名而忘记自己的本心 在父母面前 他郑重地向刘氏跪下 说了一声 谢谢 刘氏急忙扶起丈夫 涕泪俱下 洪文才沉静地说 我终于可以报答你多年来的知语知恩 从今往后 我们将永远恩爱不语 一个月后 洪文才对外宣布 他要与刘氏书立回婚修书 众人震惊不已 纷纷议论此举不妥 洪文才态度坚决 半个月后便搬离了刘家 刘老太太一听这个消息 气得昏厥过去 洪文才临走时 留下一纸书信给刘氏 感谢你在我最困苦的时候 给予我温暖 我永生难忘 但我不能忘记刘 家人的虚情假意 你我之间隔着深仇大恨 仅已毁婚消冤 望你早日另寻良人 再续前缘 刘氏气不成生 久久不能平复心绪 他悔恨自己 不能说父母亲与洪文才和解 才酿成这场悲剧 夫妻从此两步相干 可他对洪文才的爱意 又岂能轻易断绝 历史此生不嫁他人 独守空房到白首 七引发思考洪文才高中状元 与刘氏离婚一世 在大石镇掀起了不小的风波 人们议论纷纷 看法不一 有人责怪刘家刻薄无礼 也有人认为洪文才报复心太重 此事引发了人们对人心的反思 洪流两家的姻缘 犹如嫁妻随机 嫁狗随狗 刘家是洪文才为提携对象 待他丰厚拜相方伸手相助 洪文才也想依赖刘家的资源 达成心中理想 两者都是互利共生的关系 并无真挚情义可言 刘老太太刁钻苛刻的为人 更是此次悲剧的导火索 他高高在上 目空一切 对洪文才夫复以止气势 兴衰将至 刘家反被洪家取代地位 他强词夺理的做封重于坏事 洪文才虽然才华出众 但也有短视之处 他始终无法宽容待人 以得抱怨 反要以怨还怨 与刘家决裂后 又在感情上玩弄刘氏 可见其过分计较个人利益 未尝真正涵养大度 刘氏对洪文才一片痴情 是此事中 唯一真心实意的一方 但他过于顺从父母 不能化解 母亲与夫家的矛盾 也导致了悲剧发生 人必须学会自主判断 不能盲从 由此可见 人情事故之中 充满了虚余威慑 名利场上少有真情实感 缺乏宽容之心的人 忠受其害 人们应当怀抱善意 多存宽恕之情 方能获得幸福 洪文才最终仕途顺遂 却也伤透了刘氏的心 可见仇恨不能解决问题 凡令双方受累 洪文才如果能战胜刘家的刻薄气 以宽广胸怀化解恩怨 也许结果会不同 人性本善 但也亦受环境影响 产生负面情绪 我们不应避免犯错 而要学会宽容 强调道德规范固然重要 但同时也需要心性修养 只有内外兼修 方能行稳致远 洪流两家的恩怨也警示人们 婚姻关系也需要双方用心经营 家庭生活中不会无风浪 唯有互晾互让 群策群力方能度过难关 幸福和睦 洪文才与刘氏的故事启发我们 在人生路上需要博爱待人 多思宽容之道 才是解决问题和获得幸福的关键 人的一生苦短 勿因轻易助长恩怨 要学会宽恕他人 也宽恕自己 此事亦令人感慨 事态炎凉 人心难测 但我们仍硬怀希望以待 相信善终必将来临 人性本善 需要社会的培养与熏陶 我们要努力营造宽广明亮 充满人性光辉的环境 使后人获益方是正道 人生路漫漫 充满未知数 面对坎坷 我们当怀哑亮 存宽广心怀 置身室外 方能悟导人生 获得幸福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